5月13號5月14號連兩場有安打 包括打潘俊榮的拳雷打六打數 兩場六打數四安打 之後這場比賽之前是三場比賽十一之零 不過有一些起伏了 這個球就尻得很扎實了 走外野界內落地的安打 威娜斯他其實也可以挑戰完全打擊的 因為三雷安打已經打出來了 這也是一個二雷安打 選手有高低潮 威娜斯以他去年的水準來說的話 這個低潮是走得比較長 牛迷也會擔心 教練也會擔心 不過以他的打擊技巧 這種中長城的一個打者 慢慢會回省 我覺得說多鼓勵是有幫助的 跟他談談心 因為他也蠻孤單的啦 嗯